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二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一齊看看今早在南區鶴咀望出去 去到日出的時候 都看到已經陽光充沛 再在雷達圖像看到大些範圍 香港這個位置 其實廣東、元朗地區和南海北部 都沒有甚麼強的趙雨區 因為我們現在受一個 負熱帶高壓制的控制 在負熱帶高壓制的控制下 我們元朗地區天氣都不錯 預計今天都會陽光充沛 今早早大部分地區的低溫 都在二十七、八度左右 我們預計今天天氣炎熱 最高的氣溫會上升至三十二度 各部地區有些趙雨 吹和喚的冬至到冬南風 我們亦都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 是去到十一 一個極高的水平 大家現在開始放暑假了 如果出去玩都要做出防曬和防暑的措施 未來幾天情況又如何 我們一起看看衛星運圖 其實香港這個位置 現在我們受負熱帶高壓制的影響 再看遠一點 在南海中部其實有些廣闊的雲帶 現在在這個位置有熱帶氣旋 喪卡 喪卡今天會橫過海南島以南的海域 移向越南 其實整個南海中部 都有一個廣闊的低壓槽影響 我們預計廣闊的低壓槽會在本周的中後期 會影響著南海中部和南海北部地區 所以都要大家留意未來的天氣變化情況 我們一起看看天氣的展望 預計受負熱帶高壓制的繼續影響 所以明天和星期四 都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 到了星期四 預計高溫更加會去到33度 天氣先到這裡 再見